COME ON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的戲中女朋友 謝恩玲 誰是你女朋友 沒有啊 你追求我沒成功嗎 哎呀 大家留一點學念啊 真是的 太沒默契了 是的 我們周圓其實私下就蠻熟的 但是這部戲呢 完了之後更熟了 是朋友啊 知心的朋友 什麼 不要亂講啊 知心啊 就是教心而已啦 對對對 沒有別的啊 不要問我 你不要老是 一會兒又說我不是你戲中的男朋友 一會兒又說我 難道是我表錯情了嗎 哎呀 開玩笑的啦 幹嘛啦 總的來說也就是我在一旁默默地注視著她 終於等到了這一部戲 這一部戲我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這部戲也讓我們兩個變得更 更了解對方 對 而且我覺得 我們兩個的戲裡面的感情經歷 其實還蠻曲折的 蠻複雜的 因為她是 我是一直想幫她 可是她有一些原因 然後就搞到我還被她綁架 不是說不要透露劇情的嗎 這點我一定要說一下 為什麼因為喔 我說這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只發生在戲裡面啊 你說戲外這種美女把我綁架了 我真的是每天願意被綁架了 那戲裡面的綁架就 哇這個不行 她的這個角色啊 其實我覺得是大眾情人 只要女生看了都會喜歡 可救你不喜歡 我後來不是都那個了嗎 不要不要 有點懸念你看 整部戲來說 它本身的戲的一個基調 就是一個輕鬆的這樣一個喜劇 然後大家玩的就很開心了 我們相處得也很融洽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美的帥的 全部都很融洽這樣 我也覺得這部戲給我的感覺 是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開心 比較歡樂的一個氛圍 那可能我自己在我自己演戲 因為我演人格分裂的人 所以我自己那一部分 我會有一些情緒上會有一些波動嘛 就我自己演的時候會有一些 噢我不行了我要失控了 我要變成神經病了 我每天去化妝間化妝我都差不多啦 我都講說不行不行 我要發瘋了 但是只要跟大家在一起演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輕鬆 尤其是今天像我們在後面在拍片頭 整個就是很放鬆 大家都很開心 那我入行幾年來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 可以說是我最開心的一天 大家的整個在車上 在巴士上的氣氛就很不一樣 歡聲笑語很多 已經對你愛上 已經對你愛上 我替代表情 我也難以為有可能 啊 我可以想說 有可能是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